宋猴猴今年有一粒叫紫微星 如果你是老人家的話 這個紫微就叫做身體健康星 非常之好 還有一粒叫做天喜星 天喜星是代表旺結婚生而肉類的 如果你是到四分年齡 今年可以把握 會開開心心的 隨時是叫做雙喜臨患 隆德星 隆德星其實是一個幾大的貴人星 也是逢空化吉的 在空星方面 有一粒叫做亡神星 亡神星是代表大頭蝦的意思 就是有時候留下手提電話 或者不見東西 出門口的話 都要看自己的錢包電話的話 就沒什麼特別大問題了 屬下的朋友今年有一粒叫白座星 白座是貴起的星 做關於文職、文化界 或者是教育專業人士的話 今年是非常之好的 發展得是 帳星就代表原來做軍政界 即是如果你做律師、醫生 有些殺氣的東西 也是地位提升的 天解星和解神星 這兩粒是逢空化吉星來的 通星方面有粒叫做非廉星 白座星 非廉就有少少是非 白座要小心點 就主要破財的 因為白座五文贖金 如果你今年想著投資在金融的股票 或者外幣炒賣的話 就要小心點 有可能就是贏粒糖輸間闖的 紅燕是一個不好的桃花星來的 你結婚也好 不結婚也好 這個紅燕星今年叫做可免則免的 因為這個不是桃花運來的 熟狗的朋友今年有粒叫福星 福星是叫做福治心靈的 有第六感的 有粒叫天德星 做關於正財的東西都容易賺到錢的 攀昂星是代表進步地位提升的 今年的話就是 如果你是去外國做事的話 也都會今年一個挺大的進步 在空星方面有粒叫卷舌星 卷舌就是容易開口盯著你 其實就要想清楚才說話的話 就沒什麼特別大的問題 寡宿星 寡宿星代表一個人 孤寡地睡覺 不等於你是沒有桃花 只不過覺得內心很寂寞的意思 屬豬的朋友今年有粒叫凝麻星 凝麻星代表周圍走錯不定 尤其是你從事一些行業 要周圍走錯不定的話 就是今年容易很成績的考驗 在空星方面有粒叫做天狗星 代表一些小人當道 下無端白色就被狗咬 要小心一點 就是要小心一點小人 呼虛星代表 就有人阻止你的貴人來幫你的 也是小人星之一 所以今年其實你就要遠離小人 就是打個譬如 人家說的是非的話 你就不要加上去 自己做好自己的本分的話就好了 這是椅子的